Talespin是国外一家VR虚拟培训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5年 现在也是有百名员工了 去年还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 他们装助于开发VR虚拟培训方案 帮助新人员工快速学习新技能和理论知识 那刚好他们也是在客途的Apple Lab商店 上架了一个免费的住宅基础建筑知识培训应用 来帮助学习者能够识别和理解 住宅建筑核心材料的用途和背景 原则上他们都是面对企业客户 2BE的商业应用 咱们能够免费体验到就是赚到 也可以顺便来看一下 他们开发这类培训模拟应用 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了 我是老朋友宅老师 住宅基础建筑知识 这个应用的主要课程任务是 组装虚拟房屋模型的组件 从地基开始 学员将组装地板 墙壁 门窗 内饰屋顶 电器元件等等 每完成一个主要组件 虚拟房屋就会在学习者面前组装起来 防御出学习者的一个进度 应用中会用一个虚拟的AI指南 提供口头指导 协助VR学习者完成 如何解决关键的施工步骤的互动课程 最后建造出一个样板房出来 这款应用处培训的是建筑财产理算员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VR培训应用 感受对理论知识可视化的模拟 加快他们对材料识别的学习曲线 快速了解房屋建造的过程 才能更准确的确定 未来建筑材料的预算和损失范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应用里感受一下 不得不说 整个应用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画质相当不错啊 虽然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培训模拟应用 但是它还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逼真的场景状态 在我们眼前的发光体就是一个虚拟的语音指导 然后这个小面板呢 就是每一轮课程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图示 低头看到眼前的这个桌面上面会有一个绿色的切割板 这个切割板就是我们待会整个要操作的一个主要的范围 我们以第四节的这个课程就是如何去了解这个屋顶的一些建筑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总共有大致七种的建筑材料 需要我们去做一个基础的一个理解和学习 在切割板上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基础的模型 以及需要我们去搭建的一些零组件 我们按住搬机键拾取这个建筑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切割板底下是投了阴影的 因为它在这个中央区域上方放了一个光源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这些材料包括手柄都会呈现一个阴影 就显得更真实一些 我们只需要按照图示把这个建筑材料 放到固定的这个蓝色点亮的区域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四个都放到固定的位置 就算完成了这一轮的基础演示 那每个建筑物体之间它还甚至做了这个碰撞的效果 细节方面还是相当到位的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每当你拾取这个建筑材料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环影线 然后引申出来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名字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视线点移到这个名字上面 它就会展开来变成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说明 而且这一段详细说明里比较重要的部分 它也会用一个深色的背景图层给你标注出来 让你去注意到它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VR培训用它的一个优秀的点 就是在于当你去做可视化模拟训练的时候 并不会让你忽略掉理论知识 也就是说在文本层面它依然会占据一个很大的比重 它会直接让这个文本的重点和可视化的操作过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不会有那种死不住的感觉 还有就是它的各种UI设计的非常简洁 无论是说明也好还是指示也好 就做得非常的高效 你会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理论点是什么 你正在操作的这个物体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去设计类似的VR应用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就是去处理好整个信息传递的一个明确性 这个应用里展现的每一步的这种标准和规范是真的让人佩服 可是可惜这个应用是没有中文的 它所有的这些英文介绍我们就是看不懂 就只能当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说明书一样 按部就班的把这些组件把它给安装上去 在这个安装过程中大家可能注意到 其实我已经有好几个建筑材料都没有去仔细阅读它的说明 针对这一点这个应用的开发者他们也考虑到了 所以他们在每一节的课程的最后 当你完成需要收尾时就会出现一个复习的环节 就是我现在不是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七个建筑材料的这个组装吗 这个模型也已经从原来的基础的一个小框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屋顶 那么突然间它就会封城开来 它再重新把刚刚的那个七个建筑材料给你标准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绿色的部分和白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就是你刚刚已经详细阅读过它的说明 白色的部分就是没有 你必须要把每个白色的部分全都要一一点开来 重新阅读听一遍它的这个解释说明 你才能算正式完成了这个课程 所以说它这个流程设计也是非常的完善 一边可以帮你解写说明一边让你自己去动手操作 同时到了最后还会给你复习一轮来查漏补缺 老实说我对一开始这种突逼的一些商业应用啊 抱着一种坑人的刻板印象 其实你如果去过很多线下场所 类似于博物馆科技馆体验过里面的一些类似的VR定制应用 其实你会发现做的基本上特别的糟糕 但住宅基础建筑支持这个VR培训应用 就完全不会给你一种是在坑企业预算的感觉 绝对是可以当做所有做类似VR项目的一个范本 值得大家来学习和体验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 LoadingVR轴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